我覺得大概大勢是底定了 不過我說實在的 我看到現在 比如說像郭董 這麼認真在跑全台 說實在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這個八年前 那時候這個 我們住住姐出來 要拋住隱喻 引不出來的那個尷尬起 有人選總比沒有人選好 當然 所以在這段時間 雖然說有各種不同的雜音 那我覺得這本來也就是 國民黨的一個特性 國民黨裡面 聲音本來就是很多元 那在這個多元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有討論總比沒討論 包括比如說郭董 這幾天雖然大家認為 他是在講爭議的話題 包括比如說 他在講的小型核電廠 我跟羅委員 我們大概上上禮拜 我們才去法國 那我們在跟智庫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 過去這幾個月我去英國去法國 那也談到我們台灣在這個 台海危機的時候 其實 大家很擔心的是我們的能源安全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用太多的這個天然氣 天然氣的這部分 那王美花部長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撐11天 這聽到會怕 所以當時我們其實有提到的 包括我跟這個羅智正羅委員 我們兩個有一點點意見不太相同 但是我們都是很希望國家 在危急的時候 都有這個穩定的能源的問題 所以剛剛在講說 5月15號有可能 藍委要跟他 跟這個侯市長參叙 或許我也聽到 我們這個黨團裡面 有一些同 有一些同仁 我們一些同事們很熱心的 因為主要是因為陳玉珍委員 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就 13個委員 跟郭董吃飯 他也叫我 你有去嗎 我沒去 因為我現在太胖 太胖了 太胖了 但是 但是 我覺得大家去 多跟他交流也沒有不好 那各位也都知道 委員現在誰跟誰吃飯 那個那一攤 很多媒體就會解讀叫 停什麼餐會 停什麼餐會 現在有很多都會叫 那個真的叫做過度解讀了 真的叫過度解讀 可是委員 你最近一定會聽到有可能講說 這兩位 不管提了哪一個 那貴黨就是朱主席 要怎麼樣想辦法 讓另外一個 能夠拋棄成件 要全心全意來輔助 譬如說 如果現在你們大家都傳說 會不會提猴 可是郭董真的很 你講的對 郭董真的很認真 而且他的策略上 包括他打仗的那些精神 國民黨是要學的啊 可是 如果真的提了猴 哎 你們現在天天在 在媒體上面講說 是不是有內地有什麼 那我還在那邊玩什麼 我還在那邊 做得這麼認真 我從 南部 我還到各個地方拜會 那我幹嘛要這樣 那你要提他 那就算了 你就提他就好啦 你要怎麼樣讓郭董 也願意說 他講他用他的各方面來 來輔助猴 你提了郭 那猴就不得了 猴畢竟最大諸猴 你要怎麼樣讓他 跟他所有的台教那些人 都冤福氣 所以啊 所以我說這個郭董 你一定要讓他去走這一招 就剛剛仁俊在講說 差不多啦 你跟郭董跟政策一樣 我一定沒有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很像 因為那個 我們小五哥是 是名律師嘛 我們在講法律 也是要程序正義嘛 你如果沒有讓他去走這個過場 程序的話 他其實他當然會不服氣 他想要為國站出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還是認為 我們這個朱立倫朱主席 雖然大家對他 外面傳言很多 可是各位可以去看我 只要對媒體發言 我都說 從他當選主席的第一天開始 他就跟我講 他是要幫國民黨 要推出最強的 最強的戰將 他就是要做一個 keymaker 所以當然中間 那個最近我們當然 聽了太多 有三人成虎的 各自有擁護者嘛 他們對外放話也很多 可是我個人認為 當然你要問我 我必須要說 我當然有點私心嘛 因為 像四年前 在初選的時候 我不瞞各位講 初選的時候 我是挺郭的 為什麼挺郭 因為他叫我 那時候我姓葉 葉阿姨 叫 侯友宜叫 侯叔叔 為什麼 因為他的爸爸 是 是警察 是 所以他把我們當成是 他跟他爸爸是 是同事的 所以 當然那我在初選的時候 我會很努力的去幫他 幫他忙 但是 當 國民黨已經推出了 韓國瑜的時候 我作為國民黨不分區的 這個提名人 我當然是要挺韓國瑜 但是在今天在這個時候 侯郭你選誰 當然 當然 現在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當然選侯啊 為什麼 因為我從46年47年前我就開始認識這個人 那都是警戒 畢竟 對我們是同班同學啊 那我有近距離去觀察過 就好像我過去我可能從媒體上面看 看羅志生 我會覺得這是政敵吧 為什麼要喜歡他 為什麼要欣賞他 但是 共識之後 你喜歡他了 我覺得羅委員 我就很佩服他 有時候我們 我剛剛還在講 如果你要講說 英文能力 可以決定一個人 能不能當總統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就應該要提名羅志正 你看 因為我跟著他啊 不管是到國外去啊 或者是我們在接待 國外的一些訪團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國會議員拿出來 真的 那委員我請教一個問題 對 剛剛委員 對 羅志正的讚美 是OK 我們政大外交系科班出身 然後一路這樣的栽培 可是委員請問一下 你剛剛講到英文 侯市長最近有被一些批評 包括連他的英文能力好不好啦 這些 甚或對於他的兩岸 或是國際之間的論述 講說你怎麼會不懂這些 你覺得他是不懂這些嗎 你根本過去沒有任何機會 讓他就這個方面去發表 去演的或什麼的 我說實在 我剛剛還我在開這個開路之前 我還跟余將軍在講 我說你適應了嗎 他跟我講適應了 習慣了 我說我在立法院裡面 你還沒有適應 我第一年的時候 真的超級不適應 因為都是新的 新的這個領域 都還在努力 但是現在 我相信羅委員會給我一點掌聲 因為我是很認真的 所以我剛剛請教委員長說 所以英文這一項 有人用這個來攻協他的國際觀 你覺得不會 這個不要用英文去去評斷一個人 因為他的學習能力 因為侯友宜 因為我過去看他 從就是我們從同學開始 他是家中畢業 他也曾經考上過國防醫學院 他的程度是很好的 他只不過是可能嘉義中學的 英文老師 沒有像我們台北這麼好 所以英文本來就是他們的弱想 叫家中英文老師會抗議 當年 當年 所以而且他們的國文老師 搞不好也沒有像我們台北的 這個盯得那麼緊 所以他的國際可能沒有我這麼標準 因為我是去美國去討論 射手跟撲手 所以我的英文會比他好 你們代表我的能力 對 語文當然不是重點 重點是腦袋有沒有東西 然後講話有沒有內容才是關鍵 那剛才其實剛才 有委員提到一個重點 說過去後來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展現他的國際的高度 然後這個格局等等 上禮拜有個機會啊 就是我在我臉書提到 我也在現場的 就是世界受醫師大會 一百六十年來 第一次在台灣舉辦 全世界有七十幾個國家的受醫師 甚至還有過去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前會長 然後到台灣來 七十幾個國家有數百位受醫師 來自全世界的 還有台灣的總共兩千多人 然後呢 這個侯醫師長被邀請 在那個晚宴裡面來支持 還有人穿那個tuxedo的 那個很正式的晚宴 那這是機會了吧 這是機會了吧 所以我 所以你是認為他 內場他應該要用英文來演講嗎 不不不我從來沒有講 他要用演講 你看我的臉書內 我從來沒有講說 我不期待他講英文 因為英文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是內容是什麼 如果各位看我原來的 受醫師的大會 你要跟他講這個世界和平 Wall peace還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試著用chat GPT 告訴他 今天是受醫師大會 他們一百多年來 第一次在台灣舉辦 新北市市長 該講什麼 你幫我寫一個講稿 寫出來比侯有一次 在現場講的還要好 不是講世界和平嗎 我舉個例子 沒有我舉個例子 一上台就第一句話 昨天你們到淡水去 坐郵輪 然後去逛 好不好玩 他連問候在場 來賓都沒有 照理講應該講說 主辦單位是誰 然後全世界有那麼多 各國來賓 用中文講我沒有講英文 歡迎大家來新北玩 新北玩 有多元的文化 美麗的風景 這些話 客套話還是要講 然後接下來重點來了 會議的主題是什麼 這些人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能不能 把我們新北市面包 呈現給大家 我不是說他講的不好 我想說太可惜了 因為他有這個機會 他去新加坡 我一定會把你的建議 帶給他好不好 他現在歪樓了 他整個團隊旁邊都歪樓說 你在嘲笑他英文不好 英文不好就沒有國際關係 連尤委員都誤會了 你看 不好意思你看一下我的臉 我從來不是講他的英文不好 沒有 他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我真的是忠心的讚美你的英文 英文不是重點 國際 因為我剛才講的 侯市長 在去新加坡之前在機場講什麼 我要讓世界看到新北 看到台灣 他目的啊 那抱歉 你不用到新加坡 世界來到你門口了 希望你讓他們 讓他介紹一下我們新北市吧 那很抱歉 我不是看不起他 我是覺得太可惜了 作為一個新北市的市民 跟民意代表 我們的市長 有這麼多全世界七級國人來 好好介紹一下新北市 好好讓大家看到你的國際格局 跟視野 語言真的不是重點